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采母菇的季节了 记得上次一个粉丝跟我留言说 十几年没有吃过一种叫黄蜂豆的母菇 他说有机会做一下这道菜 现在有机会了 你知道什么叫黄蜂豆吗 等一下就知道 朋友们你们家乡有这个母菇吗 这个是老阿姨采的母菇 我们这里叫黄蜂豆 好贵 他说要30块钱一斤 这个老阿姨厉害吧 这么老的阿姨还去山上台银菇 要称到了 我这里都买了2块钱 哇你看这个 一般就是这个很小的最好吃的母菇 好首先把这个根部用剪刀剪掉 先放点盐 然后放点温水 把这个盐浇油 然后把这个母菇倒下去 泡10分钟 哇这样子这个母菇就很好洗了 这样子这个母菇就很好洗了 两岁一泡会很好洗 这边的要尝起来 还是用米砂什么的 要这样往下拿起来 这样用水来飘一下 这里面用米砂它就会出来 锅里放点油 把这个酸菜炒一下 然后放点盐 哇这个酸菜的味道太好了 然后马上炒上来 锅里放油 把这个蒜姜消米辣 倒下去 炒至淡香味 然后把这个 往中一道蘑菇倒下去 这个蘑菇 放点土椒粉 生抽 把这个酸菜倒下去 一起翻炒 这个母菇吸收到这个酸脆的酸香味 它的味道更不一样了 哇味道好精了 大蒜 放点辣椒 放点水淀粉 放点鸡精 哇好香啊 好了马上可以吃锅装盘 一道美味的蘑菇蒙红豆就做好了 看上去好一朵思逸哦 我也很多年都没吃这种蘑菇蒙红豆了 哇一看都流口水 太想吃了 我来先尝尝 哇好大一块哦 嗯 太好吃了 吃起来又甜又爽脆又嫩法 又双菜搭配又很快胃 特别下饭的一道菜 朋友们 喜欢请感注七位一年 身边点赞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朋友们 下期见